大家好,我是Batman 上期节目我们是介绍了几辆风火轮的二次元涂装的小车 然后顺道还给一辆白色的风火轮保时捷 自己画了画这个二次元涂装 然后还画了一个简易的场景的底板 然后摆在一起看了看效果 经过上期乱涂乱画之后 忽然感觉我这个创作的欲望被激发起来了 就还想给这些小车画这种二次元涂装 正好呢 我手里边还有两辆车 一辆是东美卡红白盒的86 另外一辆是风火轮纪念第一弹速度机型系列里边GTRR32 我们这两辆车也是在风火轮飘一大师赛道那期节目里边 饱经摧残 身上也是伤痕累累啊 既然都已经掉漆了 那不如我们就把这两辆车也加上我们自己的二次元涂装 重现漫画里边86对阵R32的经典场景 使用的上色工具还是跟上期一样 三只樱花笔 两只黑的 一只白的 然后这只白呢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粗啊 我觉得今天呢可能不太好用 其实呢我还有一只稍微细点的这个白的樱花笔啊 但是呢那只笔不知道为什么没水了 可能过的时间有点长了里边干了 不过无所谓了 我们今天呢再来试一试画一画 看看能不能画腐朽为神奇啊 上期是完全没有经验 上手呢直接就画 我觉得画的效果呢就还算可以啊 现在呢我们有经验了 虽然说这经验呢也不够多 但是呢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效果呢画得更上一层楼 首先这辆86除了我们要把这个吊漆的部分覆盖住之外呢 它实际上还有一些彩色的部分 我们要盖上黑色或者白色 因为毕竟呢漫画里边只有黑白两色嘛 要出现彩色的话呢一看就露窃了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是吧 OK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涂一涂这辆86啊 然后刚才想覆盖这个红色尾灯的时候呢 发现一个问题啊 可能我这个笔的颜料呢也是有机溶剂 结果涂抹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后边这个红漆啊 尾灯上的红漆呢给溶解了 然后这一溶解呢 弄得我这个笔尖啊都变成红色的了 刚才画什么出来都不是白色 都是红色的 我这擦了半天才又擦干净了 所以说呢看来直接涂还是有点风险的 容易把这个笔尖呢给弄坏了 看来还是缺少经验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就先不覆盖了 我们还是先来画一些细节 最后呢看这个白色颜料干了之后呢 能不能赶紧再涂一层啊 然后把这个红色呢给盖上 这86呢算是第一遍上色完成了 我觉得第一遍上色之后呢 感觉这个效果还可以啊 稍微出来了那么点 只不过呢这个线条啊还是太细了 我比较喜欢那种粗线条啊 看起来呢更加有效果一点 所以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线条呢 再加粗一些 OK我们这辆86呢大概也就这意思了 后边呢加上场景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些调整啊 下面呢我们来换这辆GTR 这辆车呢我想象的是会使用 大量的白色 因为呢它本身是一个黑色车身 而且呢在夜晚呢会反这个路灯的灯光啊 所以呢所有的上表面都会呈现一种 白色或者说灰色的这种感觉 漫画里边呢就是这种效果 现在呢我们也用这个白色的笔呢 来重现这种效果啊 哎为什么选这辆GTR呢 也因为它本身就是黑色车身啊 本身就是黑白的 画起来呢也比较容易 如果你要选一辆彩色车身的 比如说那辆黄色的FD 你还得进行车身的遮盖是吧 那就有点不值当的了 没有必要非要呈现这种黑白漫画的效果了 所以说呢我们选这辆GTR呢 也是有所考量的 画起来呢比较简单 而且呢还容易出效果 OK这第一遍大面积的覆盖颜色呢 就算是完成了 这画的时候呢就要注意这个笔触呢 尽量全都是一个方向的 这样呢所有笔触画出来之后呢 看起来还稍微有点动感是吧 OK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加一些细节 争取呢让它看起来像是在运动啊 哎因为我们这支笔呢 实在是太粗了 所以说呢一上来画这个车身右侧的时候呢 没有掌握好这个力道啊 画的呢又有点这个太多了是吧 然后呢车身左侧的这个线条 稍微来说呢看着就效果要好一些啊 这怎么回事又是我们 我们上一期是把这辆白车给画黑了是吧 然后我们这一期呢 又把这个黑车给画白了 反正呢就是得怎么拧吧怎么来啊 OK那么我们这两辆车呢 大概就画这意思了 下面呢我们来画一画这个场景啊 这样呢有场景有小车 可能看起来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们呢还是用一张A4纸来画 诶初步画完之后加上场景呢 大概就这意思啊 我记得之前有同学跟我说 这个R30是24区不会飘移是吧 不过也无所谓了 这么摆起来呢看起来比较帅比较爽是吧 就这样吧 我们就不过多去追求那个真实性和合理性了 GTR这阴影稍微有点大 我们再OK可能这么白还稍微好一点是吧 我知道差在哪了 车轮上面没有涂白 所以它看不出来了 车轮上面要是再给它涂白一些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这辆86也是 这86我现在不敢碰 到处都是 这颜料 确实我们GTR这块的阴影部分呢 稍微画得点多了 大概找个角度吧 也就这意思了 既然是这个山路是吧 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护栏也给它画出来 我们这个小场景的大致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加上一些小布景之后 这个效果看起来更加丰满了呢 反正对于这个结构我个人呢还是非常满意的 虽然说我们这个R32是又飘起来了 四轮也飘是吧 不过无所谓了 就这意思吧 跟我们上期那个飘移的小场景比起来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反正我觉得是我们这次画的这个效果呢 更加有意思一些 毕竟呢有了上次的经验嘛 而且呢这次又开动脑筋了 没想到呢跟做手工一样 又捡东西又贴胶水的 不过这个过程呢还是挺有意思啊 希望大家呢也喜欢这期节目 好了那以上呢就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了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一键三连 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关注我的限量微博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